哇他们连接着跑酷 哇好厉害 小米学校里面新交了一个好朋友 那个朋友呢其实就是上次在视频里面 大家看到的那一个特别可爱 每次看见我 要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看见他了 他如果看见我你看他会不会过来拥抱 哈喽 哦你看看见是拥抱 妈妈你来吧 喂 你怎么才还在过年 我就弟弟决定的 嗯 妈妈 怎么了 我就弟弟小狗 弟弟想到了 哇小狗 是的小狗狗 你看他可不可爱 可爱你看看小宝宝 你就乖不乖 乖 这狗都乖没有叫 哎一般都是这样狗狗在在大人的怀里面 他都会他都会很乖 不会叫 什么是不是 什么是也是他 你帮他喝 还不不叫 哎小米 小米 看到了 你看 他在干嘛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跳的好不好 你看 人家准备一下 人家准备一下 哇 你看 他往上了 你看 哇 哇 哇 鼓掌 你怎么不鼓掌呢 我觉得他好厉害从他跳上来 好厉害 他们这跑酷 这个运动叫跑酷 跑酷是什么 就是飞檐走壁 跳来跳去 你的那个人厉不厉害 厉害 很有勇气 机器人可以从那边跳到 跳到那边跳到那边跳 一直不在那边跳 这是电影 真实说没有人那样跳 但是机器可以那样跳 机器也不能那样跳 怎样 好了来走吧 你觉得他们厉不厉害 厉害 哇那个人受伤了 是的你看 如果他没有跳好的话 他们就会变成这样子 就会受伤了 所以这只为什么 为着你别跳 可能会受伤的 知道吗 我们的百合花开了是吧 这个百合花 你闻的香味了没有 你闻闻那个百合花的香味 是不是不一样 好闻吗 好香吗 他什么时候 明天就打开了 明天就打开了 你看他已经这么胖了 这么胖吗 他还没有 好像要等过几天 对 哇他很好 你看 他是最大的花 我在这里花了 真的 把它收起来 我还去吃饭了 等会啊 开心吗 我好想吃这个拍照 看看是什么味道 好好吃 好好吃 是我做的卤肉饭 然后里面有鸡蛋 有肉 你把那个 可把那个土豆 你可以吃吗 不吃 那那个蘑菇呢 你也不吃 为什么呢 尝一尝啊 这个汤你都这么喜欢 那这个为什么不吃呢 是我不喜欢这个汤 我好喜欢用饭 那里面有肉 你吃点肉好吧 你看我都快吃完了 可以 等会我再给你再放一碗 再切成一碗 你尝一会儿吗 你先尝一下看好不好吃 尝一个 那什么 你尝都不愿意尝一下吗 尝一个呢 尝一个呢 你要是不湿的呢 把它放到这个盘子里面啊 不湿的放到盘盘 小盘子里面 尝一口妈妈 这个饭 我知道 那我做的我当然知道好吃 但是这个乳肉饭 尝一个啊 尝一小口都不愿意尝吗 尝一小口啊 好吃 这个小蘑菇吃一个 我最不喜欢蘑菇啊 最不喜欢蘑菇 土豆呢 哎土豆你不是吃薯条的吗 还是都可以吃薯条 就是土豆做的 你也吃一个好不好 这个不一样啊 这个 薯条是 是一个 不一样你看 那个是软的 薯条是 煎 这样 你看看他这样 是 用力气的一点点 再好吃 鸡蛋呢 这鸡蛋总可以吃吧 你昨天吃了那么多鸡蛋 今天还吃吗 不吃 嗯 好我去吃了啊 好了 我再给你盛一碗吧 等了 你等下都吃完了我天了 我再给你盛一碗 真的是超级没有 好的 我曾经也为了小米不吃青菜这个事情也担忧过 但是随着我带小米去看医生 然后观察他的日常生活 发现没有任何的异样 嗯 就没有 就接受他不吃青菜这个事情 我也不想因为营养均衡这个职念而强迫他吃东西 嗯 大家都知道 一个孩子的童年 会影响到他的一生 我们父母又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与其强迫症上身一样的去强迫他吃青菜 不如接受他的选择 包容他的特殊性 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 孩子的潜能也是无限的 我不希望他的思想 我不希望他的思想行为 有所被禁锢在一个圈圈里面 你也有不喜欢吃的食物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食物 大家都不喜欢 好了我们要走了 下次见了拜拜 我的朋友们拜拜 小米我们走了 我们要去办事了 这个小米我们聊天 我们不等于我们聊天 有什么ắn的话 我们去找 leben 对 给这只能力 你们 我也要说 我们在那边